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鬼宰相附近戏院间 一家名叫月树的独立书店 走,我们上去看看 月树是一家主张性别平权意识的书店 店内有预先本书,书籍都是从台湾进口 基于在华文文学,女性作家家容易被忽视 所以月树的书籍都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店内也有售卖一些由本地艺术家所设计的手作产品 包括布置的卫生巾、徽章、明信片等等 在这里顾客事先购买书本才可以到餐桌阅读 月树也有售卖餐点、茶饮、咖啡及甜品 月树是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用的一个网络代号 大家都会取个密称、一个ID 就用月树这个名字 后来有些老朋友到现在习惯叫我月树 我开店的时候就直接拿这个名字来当店名 大部分的书店它都是综合型书店 各种各样的书都买 就是通书、文学、商业、亲子教育、理财这些 我选以这个议题为主化 因为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关心的议题 很多书他们都把性别问题忽略掉 或者是放在不重要的 尤其是华文文学方面 就是女作家的讨论比较少 我就学书它就偏向女作家作品 还有跟性别研究、性别书写方面的书都挑出来 就集中一起 那大家一次过就可以看到说 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这样子的 月树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偏向咖啡馆和餐馆的形式 书的话只是很占很小的一部分 然后过后这几年才慢慢 而是转型就是偏向卖数比较多 然后餐饮就减少了 因为一开始以卖餐饮为主 所以走进来的人他未必是 对阅读的兴趣的可能非常少看书的 然后看到一些书的那个题目 就觉得很手动或者是不可思议 他可能就会拿起来看 或者翻翻研究一下 然后他未必会买 其实慢慢以卖书为主 可能进来的人就是本身其实就对这个性别一体 有在注意的说他比较想看书的 其实这未必是一个好事 但是会越来越小众化 就是愿意进来的人就这样 那其他对书没有吸气的人 他不看书就不会想他进来 所以那个扩散的圈圈 其实是有点类似同温神 就在自己不相关心 不相了解的人之间的通过 就是不是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就是你要身体一心去做 身体一心的就是可能 其中一个方法是从阅读开始 那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或者说只有一些模糊概念 那看他如果愈意走进来 就可能拿起一份书 看到这个事情 也来可以这样讨论 也有这样方面的想法 那大家就可能 就可以把这个想法拨散出去 会不会再闭一步 不可能 我们先来这些东西 就不会再闭一步 不可能 那天